大家好,我是云燕 前几期做了鱼糕,剩下的鱼骨 今天用鱼骨做一刀香酥鱼骨 非常的酥脆好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鱼骨剁成小块 鱼鳍鱼尾不要,倒入碗中 加两勺盐,腌制10分钟 10分钟以后将鱼骨倒入清水中 将鱼骨表面的粘液洗掉 清洗干净的鱼骨,沥干一下水分 这鱼骨沥干水分以后 加一点姜块,一点冲结,一点料酒 两小勺盐,一点胡椒粉,一点鸡精 一点点五香粉,装拌均匀 将鱼倒入大盆中腌制半个小时 这鱼骨已经腌好了 来调一点脆皮糊,170克玉米淀粉 170克中筋面粉,6克盐,10克糖 7克泡打粉,10克糯米粉 2克鸡精,拌均匀 加入清水,清水浆到420克 和到这种流体状不单线 精致半个小时以后再炸 面糊也醒好了 将鱼骨放到面糊里滚一圈 裹成这样,锅烧热以后加入油 油烧至180度左右 将这拌好的鱼骨放到锅里炸 这鱼锅炸不完 分两锅炸 这鱼骨炸至微晃时捞出 把鱼下的鱼骨都像这样炸出来 这第二锅鱼骨也炸好了 将油温烧到220度 鱼骨要炸两遍,复炸一下 不炸的鱼骨只需要炸10秒左右 炸至金黄就可以到处了 炸成这样 香酥鱼骨就炸好了 吃一块 外面非常的酥脆 听你声音 不过油炸的食品少吃 想吃的就试试吧 我是云烨,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